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就問 為什麼又說量子電腦 那你現在不說電子電腦呢 其實是很吃虧的 為什麼呢 突然間有量子電腦如果很成熟的話 全部我們那個稅用卡的密碼是全部被破解 你就知道大鑊了 其實也反映到 因為它是一樣 我們都認為很重要的發展 而且就是說 它近年的推進是很快的 我們很想去見證一件事就是說 第一個可以雙用的量子電腦 會在哪裏首先出現呢 現在我們看到各國的競賽 就是說大家都鬥弄那個bit的數目 更多的量子電腦 還有能夠弄到可以那個除錯能力越來越高 還有越來越省電 還有可以越來越細部 最後就是會不會可以盡快進入到這個 可以是某某大公司已經可以買成一個商品來用的呢 我們看到無論是很多的公司也都加入戰團 我一開始只講Google的D-Wave 接著又講中科院那邊 現在你說的IBM 甚至Intel那些都加入了戰團 Microsoft 全部都加入戰團 你會看到它成為的商品這件事 可能是以個位數字的年份之內會出現的 所以有一些 比如說牽涉到 尤其是如果有一些重要的技術瓶頸位 我們看到有新的突破 我們又覺得很重要的一個新聞 值得跟大家報導 那個投資方面是相當龐大的了 所以剛才你說的公司 Facebook、Twitter、Elon Musk 全部可能都扔錢下去做這件事的 但是現在的進展其實在哪裡呢? 那其中要介紹幾個技術瓶頸位先 那我記得我們上次科學新知 有提到量子電腦的題目的時候 我們是專門講那個debugging的問題 除錯的問題 那我們要知道量子電腦這件事 因為它在量子層面發生 它需要運作的條件是很極端的 我們需要它很冷 還有就是說它一直運作的時候 它有一個慢慢會累積錯誤的過程 我們怎樣能夠建立一個系統 來很緊密地去監察它 會不會累積得越來越多的錯誤 然後再隨時介入它 令它可以除錯 令它可以不停地很穩定地去幫我們 大量進行一些很正確的運算呢? 那大家又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說 現在我們暫時最新的紀錄 講的是2023年這個級數就是說 我們建立到過一千個量子單元 一千個的量子電腦 一千個的量子電腦 只有幾十個大量子電腦 然後日本也在定目標兩三年後 也希望能夠做到一千個大量子電腦 OK? 不是說你純粹加多一些大量子電腦 就是一千個大量子電腦 來幫我去看著一個量子電腦 所以你以為是 只有一千個大量子電腦 在運作的 其實背後是有上幾十萬 甚至上百萬個 實際的這些現實的 就是非量子性的 這些傳統的這些這樣的 運算單元在背後運作 來去參與其中 所以運算量其實很大 那 就是為什麼會是這樣的一回事呢? 當然 你加得越多這些傳統的計算單元 就令我可以更加有效地去捕捉到 那個量子單元究竟有沒有錯 那個機率究竟 就是捕捉到那個機率就會更加高 所以怎樣令到你可以用更加少的單元來去監測這些量子單元呢? 是其中一個技術瓶頸之一 另外 一個量子單元它能累積的錯誤快不快呢? 就好看它運作那個溫度是多少的 為了令到它那個錯誤累積得少呢? 它運作的溫度是要維持在接近絕對的零度的 所以你不要想著把它浸在液態淡那裡就算了 液態淡對於它來說實在是太熱了 不要說液態害 液態害是一個其實是那個攝氏零下二百六十幾度 就會變成氣體的一種東西來的 但是還是太熱了 實際上你要令到這些量子單元正常地運作呢? 你是要用到激光冷凍的 你是要用激光不停地把裡面的動能帶走 所以就令到裡面的東西 就保持在一個非常冷的狀態 多冷呢? 它就是比絕對零度高千分一度左右 所以我會說是一個零下二百七十三點一四九九九度左右的溫度 一個這麼低的溫度 就是一個你可以說幾乎就是絕對零度 它比絕對零度高 只不過是千分之一度 一個這麼低的溫度 你可以想像到你要這堆東西 全部在一個這麼低的溫度上面運作呢? 就是這件事決定了很多時候 這些量子計算機 這些quantum computer 本身的形狀 就是台長現在你看到那個圖 就是上面有一堆東西 那些東西就要丟到一個冷卻的部分那裡 而你因為有這麼大的冷卻部分去運作呢? 你的成本會很高 但是你不冷卻去嗎? 它的誤差累積就會很快 所以其中一件事 我們都認為很重要的是 你有沒有人有能力很厲害 可以令到這些量子單元 可以在一個比較高的溫度裡面 都可以運作之餘 它的誤差累積也都可以控制住 而同時間我也都不需要用 更加多的這些傳統單元 來控制住它那個 就是監察著這個量子單元呢? 那就是這幾樣的 又很有矛盾的這些限制呢? 我們就要嘗試突破這些界限 那所以呢 這宗新聞就重要了 那如果這裡留意就是 哪一個院校拿光了呢? 就是澳洲的新南威爾士大學 那一直以來你要記住 澳洲在做這些基礎的量子光學 或者量子運算 甚至乎是量子糾纏現象呢? 是有一手的 那其中呢 就是現在在這裡 這次就是說 幫手去突破這個量子運算技術瓶頸的 一個重要的院校基地呢? 就是新南威爾士大學 那在他們那個研究裡面 他們發現了一個突破就是什麼呢? 他們找到一種方法 就是令到這種量子單元 它裡面是要用到silicon來去做的 那當然了 你不同的元素可能做的效果不同 但是起碼找到一種正確的元素 來去做量子單元的時候呢 它可以在攝氏零下272度運作 就不是零下273度運作 那提升它一度 看這個標題就好像 如果大家聽起來 哇 現在我們可以令到那些量子電腦呢 就由絕對零度運作變成絕對一度運作了 那你聽起來好像很癡之以鼻 覺得很壞了而已 但是一點都不要笑 因為以溫度來計 它將那個所需的運作溫度提升了很多倍 由千分一度提升到一度 就是說它提高了一千倍 裡面那個條件是真的 那個困難是給出來的 因為那些粒子就動得快 等於快了好幾十倍了 就不是去到一千倍 你要怎樣駕馭到 就是帶出來高幾十倍或者幾百倍那些不差 你找到一個什麼新的方法來駕馭這些不差 從而令到它可以在一個高一點點 由絕對零度變成絕對一度去運作呢 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來的 所以如果知道行內 就是熟行內 你就知道那個挑戰其實是很大的 所以為什麼就是說 由零下絕對零度 變成絕對一度 就是一個大突破呢 出來的結果還要刊登在自然期刊那裡呢 其實就是 就是那個挑戰就是在這裡 主流媒體也有報的 我相信跟剛才說的理由一樣 就是如果到這個量子的計算是很成熟的話呢 很多世界我們現在 就是日常的事情都有改變的 但是它說這個做法呢 本身透過什麼可以做到 就是將那個溫度調去那裡呢 這裏就真是很窄細了 就是我想 這要這麼說 我差點這麼說 我看完就算我 我自己首先 我不能夠完全看得明白 它那個步驟為什麼能夠 讓它做到一個這樣的效果 但是就算看得明白 我想我都未必有能力講得明白 所以這裏我是受兩個東西限制了 我自己第一 我自己的聰明程度 還有第二 我自己那個能夠講述的能力 我都覺得一去到這些問題 我都覺得很窄細 那我純粹講多一些其它周邊 就是相關大家都容易聽得明白的東西 大家都知道 原本在那個零下 就是接近絕對零度 在一個千分之一 比絕對零度高千分之一度的環境下運作 我只能用激光濫動 沒有辦法用其它方法做冷卻 那就是說 如果我現在能夠將它的溫度條件放鬆一點的時候 我對於那個冷卻系統的需求 是低了不少的 也就是說如果 大家都知道的 任何運算在運作的時候 它會自己發熱的 就是說它因為有一些東西 就是有些的能量散失了在那個熱能那裡 就是我們越是密度高的那些電路 越是想散熱問題的 因為它那個運算量越多 而且就是說它那個溫度提升得越快的時候 它那個電阻的東西累積得越快的 就是那個五差就會越大的 所以如果你一定要是它那個可行的運作範圍 只有絕對零度至絕對零度以上的千分一度 你要維持著這種狀態很辛苦 你要想散熱想得很積極 但是如果你這裡能夠放鬆到它 由絕對零度變絕對一度 它對於這個散熱的要求就會放鬆了 也就是說你可以建立一些東西 就叫做相對於沒有那麼大舊 但是它由什麼的方法來補足呢? 因為你熱了 它的五差那些東西會快了 於是它嘗試就是說 在那個監測著那個量子單元的那個運算 那個算法上面去下功夫 它們就用更加多的一些的方法 去將那個量子單元的狀態穩定住 因為它溫度熱了的時候 更加快就會令它脫離原本穩定的狀態 它就透過其它的方法 它其中的一些方法就是什麼呢? 透過不停地量度它 就令它可以更加容易站回 就是原本正在塌了 就站在那裡 我只能夠打個比喻這樣說 有些像什麼呢? 我不知道台長你有沒有看過一個短片 我也挺佩服那位媽媽的 就是一個媽媽她生了三包胎 於是你照顧小孩的時候 你要一次過幫三個小朋友換片 或者洗澡的時候 你要在一張床上做 OK? 那個寶寶就不是乖乖地放在那裡 給你去摸的 它的寶寶已經大了一點點了 懂得轉身 懂得爬來爬去 你又要怕它滾下床了 我記得看那條片 那個媽媽是很本事的 就可以眼明手快 一方面幫那個寶寶 這裡就抹身 讓那個寶寶 就一直抹身 又將它放在原本的位置 又有個寶寶走到另一個位置 將它捉回來 然後最後在一個幾分鐘的時間之外 就是趕快把那些寶寶 就抹尿片 穿了衣服 抹尿 整得乾乾淨淨 然後沒有一個滾下床 沒有一個跌落地 因為那些寶寶 加一陣子就脫離了自己的穩定狀態 OK? 現在呢 就那個 在量子電腦裡面的情況有點像 這些量子單元就好像一個寶寶 它自動就脫離了穩定狀態 你就好像不停地眼明手快 一直要捉住它 現在就是這班新南威爾士大學的 這班這樣的專家 他們又有能力建立到一套這樣的算法 離去就是說 每一個量子單元就是倒塌的時候 我眼明手快可以捉得切它 當然如果溫度再提高的話 他們脫離那個穩定狀態的速度就會更加快 那可能用它現在這套算法都捉不住了 那所以呢 現在的限制就是限制了他們能夠 就是將那個運作溫度由絕對0度提升到絕對1度 那已經是很聰明的了 那當然長遠來計 這個情形有點像 我們都很希望追求一些高溫超導體 可以越在正常的溫度之下 導電性越高 但是當然了 現在都暫時沒有什麼很大的進展 OK 就是 現在就輪到 在量子電腦面對的情況也一樣 我們都會繼續去挑戰一個極限 就是可不可以令到這些物件 在一個越高的溫度之下 都越能夠正常去運作 而裡面所需要的東西 就是可能在一些運算上那裡 可以補足其他資源上的需求呢 就是有了這套技術 我覺得跟先前我們那一集提到的技術 都是有很重要的貢獻在那裡 先前那一集我們提到量子電腦的時候 我們提到就是 一種可以實時去監測那個量子單元 有沒有出錯的一種技術 大大減少了背後 然後我們需要去support著 去監測著這個量子單元的那些其他的 傳統單元的數目 那這個是一種突破 那現在這裡就是透過一個 很精美精心設計的運算方法 去令到我減低了那個量子運算 它運作的時候那個冷卻的要求 那這個我又覺得是另外一個的技術突破在那裡 那隨著我們累積得越來越多成果 應該我們就更加接近到這個 就是第一部的雙用的量子電腦 那你剛才在這裡說的時候 我都拿過這篇論文的 是有點近的 有很多人寫的 有17,000人寫的 那大家如果有這個功力 就麻煩把那個論文的題目 譯成中文了 因為我看完我都不太明白它說什麼 Pine Fidelity Sprint Qubit Operation and Algorithmic Initialization Above 1K 每個字你都明白 但是放進去你就不明白 是吧? 不太明白它說什麼 我看完我都是兩三成左右 我大概知道它的字是來自一個什麼機制的意思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運作呢? 我自己都不能夠一一細數了 沒有辦法 現在的科學進展實在差勢厲害 這一節完成 我們下一節回來 神秘的東西第一節 2022神秘的東西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件 話說呢 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一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 大炒大賴說要下飛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那個 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飛機 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那裡說 其實那個女人 其實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 坐在旁邊的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那幾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 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 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呢 即是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就並不是我和阿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 就扮著我們在做節目 但如果是這樣 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 那些人就在追著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著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 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呢? 沒錯 其實我和阿幾圖 就真的沒有夾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 其實呢 就有人扮著我們兩個 是不要緊的 最緊要就是 用YouTube平台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事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事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 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幾圖 對不起